耶利米书 第十九章 耶和华如此说 你去买陶匠的瓷瓶 你和百姓中的长老 未尊的祭司 出去到辛嫩子谷 哈尔西的门口 在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 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 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因为他们和他们祖先 并犹大君王都离弃我 使这地方与我疏远 在这里 像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 又使这地方 变满无辜人的血 他们建造巴黎的秋坛 要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作为繁祭献给巴黎 这不是我命令的 不是我吩咐的 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想过 因此看啊 日子将到 这地方不再称为 陀匪特和心嫩子谷 反倒称为杀戮谷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要在这地方 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 计谋落空 也必使他们 在仇敌面前 倒在刀下 倒在寻所其命的人手下 我要把他们的尸首 给空中的飞鸟 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 我必使这城 令人惊骇嘲笑 凡路过的 必因这城所遭的灾难 惊骇嘲笑 仇敌和寻所其命的人 追逼他们 使他们落在围困窘迫之中 我必使他们个人 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 你要在跟你同去的人眼前 打碎那瓶 对他们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打碎这民和这城 正如人打碎陶将的器皿 不能再使其完整 他们要在 陀匪特埋葬 甚至无处可葬 我必向这地方 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 使这城 与陀匪特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路撒冷的房屋 和犹大君王的宫殿 就是他们在其上 向天上的万象烧香 向别神献交酒祭的宫殿房屋 都必被玷污 和陀匪特一样 耶利米从耶和华 拆他去说预言的 陀匪特回来 站在耶和华殿的院中 对众百姓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看啊 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 临到这城 和属他的城镇 因为他们映着景象 不听我的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